日本跟印度的二加二外长与防长会谈 时隔三年七号在东京展开第二次的会议 双方会后以不点名的方式 明确强调不接受单方面武力改变现状 更表明要加强国防跟军事上的合作 还愿意共同推进美国总统拜登所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 而俄罗斯则拥抱老兄弟中国大陆 中方同意未来采购天然气的时候 改以卢布跟人民币结算 俄方更期盼能增加跟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 今年是日本与印度建交70周年 印度国防部长辛赫协同外长苏杰森访问东京 8号与日本防卫大臣冰田静一 以及外务大臣林芳正展开第二届日印2加2部长旗会议 会上重点就是这个 面对中方晋级在台海东海与南海等地持续不断的军事动作 这番发言针对性明显 会上日印双方同意推进两国特别战略继全球伙伴关系 并扩大在联合演习国防设备与技术等层面的合作 日本与印度同时也是美国主导的四方安全对话成员 两国也表明愿意在区域安全与经济合作上 与多国加强联系 这个印太经济框架14个月前由美国总统拜登宣告成立 并且邀请日本印度澳洲纽西兰南韩新加坡等13个国家参与 各国部长8号起一连两天齐聚美国洛杉矶 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主持下 展开印太经济框架会谈 讨论贸易、供应链、干净能源以及减碳等方面的合作 期望明年底之前能够为这个带有一定开放性的经济合作关系 落实最终协议条文 就在日本、印度与西方各国加强经贸和军事连结之际 因为对乌克兰开战而遭国际社会制裁的俄罗斯 则把目光转向东方 抓紧中国大陆这个好兄弟 7号结束的东方2022联合军演 俄罗斯就借机彰显与北京的合作 增加对美日的牵制 普清7号与到访的中国大陆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会面时 更是积极推进双边关系发展 而中方也给面子的派出114人组成的代表团 赴俄国海森威参与5号到8号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 人数之多是以为67国之罪 在普京总统领导下 俄罗斯禁忌并未被美西方焉离制裁所计划 而是在矫段时间内实现稳定并展现忍性 过去半年来中方已经从俄罗斯进口高达350亿欧元的化石燃料 是俄国能源的最大购买国 这回更在东方经济论坛上与俄方达成协议 未来改用卢布与人民币各半的结算方式 采购俄国天然气 尽管卢布与人民币进来汇率都不太稳定 双方得承担汇率风险 但此举人昭显两国关系升温 俄国展现与中方合作的高度意愿 但是中方为了避免遭国际制裁牵连 今年上半年竟然完全没有与俄方任何一家企业 达成一带一路的投资协议 相关投资金额首度归零 面对当前美日印等西方盟国的经济军事合作日益加深 会否让中俄之间爆得更紧密 有待后续观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